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裁決自己勇士 便決議改讀 此 立志君子 告訴我們 知道自己有做不對的地方 一定要決議改讀 下定決行要改了 然後這就是立志君子 好榜樣 明知懷戒一行非 偏事行如敬 來 甘心小人 明明知道大家都講的這個不太對了 不太合理 可是還 自行不濟 還是要照做 管你的 就這樣做 就是甘心小人 甘心小人 這邊講到決議改 下定決行要改定 才決自己有故事 這個很重要 這個要聯想 我們在基督教裡面講 一定要這個人 如果要改定他 先認罪 然後圍改 兩件事 兩個步驟 先要認罪 先要自己知道 哪裡做的不對 第二步 以後這個做的不對 你不做 譬如說 譬如說 剛來美國的時候 開車 我就闖紅燈 從來就知道是什麼不對 闖紅燈 從來沒事 有一天 闖紅紅燈 前面一個警察 把我攔住啊 他就問我說 他說 你剛剛看到那個紅顏色的燈嗎 我說我也看到 他說你為什麼不停啊 我說我沒看到你啊 我如果看到你我就會走啊 好 譬如說我一張Ticket 那時候很貴 從那個時候我就知道 哦 闖紅燈不行啊 因為有警察 躲在前面那個角落裡面 我沒看到 認罪了 認罪了 這第一步 第二步怎麼樣 回趕 我以後不吵 這叫回趕 所以我們每個人 改正自己的行為 兩件的 第一個要認罪 知道自己哪裡做錯 知道自己做錯 第二個 以後不做 以後不做 那才行 那才是完成了整個一個步驟 有很多人知道明明不對 偏偏還做 有的人 明明知道抽菸對身體不好 還是要抽的 他怎麼辦 他沒有用 那你跟那個不知道的人 有什麼兩樣啊 沒有什麼 所以 一個人要改正任何一件事情 第一個認罪 第二個 會改 即使你在做任何功課 七乘八等於五十六 我們有寫的 我做算術的時候 我寫的七乘八等於三十九 老師畫個大叉叉 打了五個手心板 怎麼樣 知道 以後看到七乘八 我就要寫五十六 不然五個手心板 這個叫做認罪 回改 我以後七乘八寫五十六 我就回改 有很多人都知道七乘八等於五十六 但是等到考試一旺 就寫的三十九 沒有用 對不對 沒有用 所以必須 必須是兩個步驟 先認罪 再回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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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然的話 四行無盡 四行無盡 繼續不改 繼續不改 繼續這樣做怎麼樣 甘心想成 就是坐牆 就是坐牆 又看了 又看了 對 風送終身花裡過 又香又響 敲鐘的聲音 本來是只有聲音 沒有味道 可是呢 風把這個鐘的聲音 從花裡面傳過來 怎麼樣 又香又響 鐘的聲音又很響 可是味道又很響 味道又很響 月映銀燈從下面 月亮 月亮 月映銀燈 好像營火蟲的燈 竹下面 在竹子的下面 睡不覺 大家注意 夏天 白天熱銀火的 在阿拉伯也可以 晚上 月子裡澆點水 然後 把一個涼影 坐在那裡 陰涼的地方 坐在那裡 真舒服 啊 真舒服啊 如果你這個椅子 還是一個藤椅 還是一個涼影 還一個竹子的椅子 那真是 月亮 你看 又亮 又亮 聲音也對 香就響 亮又亮 又是用聲音 又是講的心 所以大家注意夏天 我以前上班的時候 我中午偷顯出來 最喜歡在車子裡面睡不覺 如果車子停在樹蔭底下 車子曬不到太陽 可是萬物太陽很大 那你在車子裡面睡覺很舒服 如果又下了雨的話 只會雨打在試試看 叮叮噹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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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聲音 真是有聲音 大家有機會也可以試試看 也可以試試看 好不好 也可以試試看 好 我們再看 最後一個 這個是城隍廟 掛的我們要看 任平也無法無天 帶到夜境玄慈 心有膽 你到山豬脈夜 明鏡高掛的時候 你有沒有膽子啊 白天是無法無天啊 想幹啥就幹啥啊 這麼隨性 想要幹啥就幹啥 須知我能寬能樹 快把刀放下 回轉 告訴我 地地成佛 你下定決心不幹壞事了 就行 城隍廟 每個地方都有城隍廟 城隍廟不是一個固定的人 當地的人覺得這個人可以保衛我們這個地方 就把他做成一個塑像在城隍廟 所以你到每個地方去看 城隍廟每個地方不一樣 每個地方不一樣 也許有的是默默無恩的這些人 但是當地的人跟他曾經有過一段交情 他保衛過這個地方 當地的人覺得可以保護我們 所以都是城隍廟 但是城隍廟都是保衛用的 講道理的 所以都是靠著我們 要能塗刀要放下回轉到 城隍廟是能寬能水 講情禮的 我能寬恕你嗎 一定寬恕你 但是你無法無天的時候 看你選擇 三根蔓引到我身邊來 試試看 好 今天閒話講得太多 講到這邊 下次我們繼續看 謝謝